好我们下面来继续来介绍我们公路工程管理事务的技术部分里面的第二一个内容就是路面工程 那么路面工程是在我们路基工程之上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路基工程的相关的施工 那么路基的上面呢就是路面 我们先做一个总的介绍 路面工程到底有哪些内容 路基上面呢我们如果说相对比较完整的路面几个层次 它应该先有什么呢 有电层 电层上面呢就是我们的底基层 底基层上面是我们的基层 基层上面是我们的面层 有从下往上应该有这些层次 由于基层底基层电层在施工方法上基本一致 所以说我们书上就没有分开去介绍 电层怎么施工底层怎么施工 基层施工分开介绍它是放在一起来介绍的 主要是介绍了基层和底基层施工 而电层它没有介绍 因为电层在整个路面当中 它这个几个层次呢不一定一定要设置 就看设计单位呀对这个路面工程是否要考虑设电层 主要是看电层它到时候在这个当中取的作用是什么 一般来说基层一定有 或者是有底基层 所以我们书上重点介绍了基层的施工和什么呀 面层的施工 当然面层我们又分为什么呀 水泥混凝土路面 而我们的面层呢 还有位泥青混凝土路面 泥青混凝土路面 那么泥青混凝土路面 当然这个内容相对来说 比我们的水泥混凝土路面要多得多 我们介绍了泥青路面的类型 介绍了日版泥青路面的施工 介绍了我们改建施工 介绍了我们泥青路面的再生施工 这都是水泥青路面 水路面呢 其实就讲了一个混凝土 该如何摊铺的内容 而基层我们呢 又有三种基层 分别是力量基层 力量基层 二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泥青稳定基层 泥青稳定基层 还有一个就是无基结合量基层 那么无基结合量基层 我们也叫半钢性基层 它这个是介于柔性基层和钢性基层之间的 所以它叫半钢性基层 从我们书上来介绍就介绍了 基层这三个怎么施工 面层这两个怎么施工 就讲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那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按照我们这个路面结合层次 由下向上 一次来给大家做相应的介绍 我们首先来看 泥青路面基层和底基层施工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基层和底基层施工 由于它们施工方法一样的 说实在书上就没有单独去讲 基层怎么施工 底层怎么施工 放在一起来讲的 那基层有哪三大类型 是吧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好 好 我们看 第一个 不管是什么基层 我们首先掌握的第一个就是 对于基层当中的用量要求 而用量要求当中 不管是利率基层 泥青基层 还是无解基层 这三种基层材料 我们重点是掌握 无基结合料稳定基层 考试主要是以考这个为主 所以说大家重点掌握这个内容 首先我们看 什么叫无基结合料 无基结合料就是在我们的利料当中 加了什么呀 加了水泥 或者是石灰 或者是我们的工业废渣 当然工业废渣 主要是说我们 说到我们的粉煤灰 是吧 煤炸钢炸等这些材料 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基料当中 然后按照一个比例 办法好之后 形成的一种混合料材料 那么这种材料 我们叫无基结合料 因此你要用到这些材料了 毕竟你要知道 水泥怎么要求 石灰怎么要求 工业废渣怎么要求 这三种无基结合料 首先我们看 第一个水泥几添加剂 水泥我们在选择水泥当中 首先一个要控制好水泥的初泥时间 和中泥时间 必须满足相关的要求 初泥时间是要大于三小时 中泥时间要大于六小时和十小时 为什么大于三小时 因为你如果时间太短的话 我们呢 这个水泥还没来得及 摊扑或摊扑还没有结束 你就开始已经初泥了 这个时候你再去做的话 就已经破坏了整个混合料的强度了 所以最少要满足三个小时的要求 中泥时间大于到什么 六小时 七小于四小时 好了 这是一个要求 另外一个要求呢 就是在水泥稳定材料当中 我们加了一些缓氧剂或枣墙剂等证外加剂以后呢 我们要对整个混合料做相应的试验的验证 做试验证 比如做强度性的验证是吧 它的要求 所以这是第一个水泥火添加剂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石灰 石灰 石灰我们等级有一级二级三级是吧 当然我们最低标准就是要满足三级要求 不管是什么石灰 当然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有效盖和 有效盖和我们的这个盖含量 还有我们的鎂含量 那盖含量和鎂含量这两个 当然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我们重点呢就看一看 石灰当中的第三小点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里面的基层 应该用什么石灰 应该用模细的销石灰 模细的销石灰 这是一个判断 我们在考试当中呢就是考选择题 下面哪些关于 无机绝合的产量要求的 就把水泥的初灵时间啊 写出来是吧 让你判断一下是两个小时 是三个小时 周灵时间是多少个小时是吧 然后石灰是要用什么样 模细的销石灰 要模细 就是粉状的啊 这是石灰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粉煤灰 粉煤灰等级也会砸 那么各级公路的底级层和二级和二级下公路的基层 使用的粉煤灰 用粉煤灰作为我们的无机料的话 一定要做什么实验 强度实验 强度实验 然后呢如果是用工业废渣当中的 煤干死 煤渣 高路矿渣 和钢渣 其他冶金矿渣等 等这些工业废渣 我们不仅仅要做强度实验 还要做这个材料的磨量实验 以及混凝土收缩实验和干丝收缩实验等 来中火评价 混合的性能 所以说粉煤灰用于基层 或者是我们的其他的煤干死煤渣用于基层 必须要先做哪些实验 这些都是考我们的考试的地 做哪些实验 还有水泥稳定当中的煤干死 煤干死不易用于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 哪些是不用于高速公路 煤干死不易高速公路 当然提问点 还是要提我们的这些材料 到底哪句话说的对 哪句话说的不对 当然我们出选择器 当然就可以问这些 做什么实验 做什么实验 哪些工业费杂 不能用在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上面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初级辆 初级辆里面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还有极重特纵交通 或者等级基层的 这个4.75毫米上的初级辆 应该采用单一里进 这个初级辆主要说的是 我们的岁石历石等这种初级辆 是吧 像高速公路一级公路里面 特纵和集中交通 应该用单一里进的规格的 就4.75毫米上的初级辆 单一里进的 第五高速公路基层 用碎石 那么这个碎石一般呢 我们通过什么工艺 反击破碎的工艺 架工工艺 我们就说有些石料是吧 能够反击破碎石的 这个机械进行破碎 然后呢 形成我们的碎石 为什么要用反击破碎的方式呢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主要是 它的棱角比较分明 在整个方案当中 它的整体性比较好 再加上我们高速公路 要求基层质量高 所以说我们用的反击破碎石的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第七 材料分档以参配 材料分档以参配 用于二级和二级上 公路基层和底基层的 集配碎石或者是历石 应该由不少于 四种规格的材料参配而成 不少于四种 就是二级和二级上的 公路的基层和底基层 用四种以上的 规格的材料参配 所以这个四种 那么就是考试的 写个三种 五种 一般三种 两种等这些问题来 对于集配碎石 或历史类材料 应该加入什么 石续和出杀等材料 就集配碎石和历史 当中加什么材料 石续和出杀 第六 对于集配碎石 或历史细极量的 素性指数 他说不大于12 不满足要求 使应该可加石灰 或者无数性的 杀火石续来参配 素性指数 如果不满足 应该小于12 如果不满足 我们可以怎么样 加其他材料进去 那这些也是考选择题的 选择题 好了 这是我们材料 第八呢 就是混合料组成设计了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水泥石灰 还有工业费杂 初级料 吸级料 还有等等其他材料 是吧 那么其中这个材料 我们按照一定比例 如果我们要做无几小 不要做水泥稳定材料的设计 那么这个设计里面 主要包含了四个方面的 一个是首先对 我们所设计当中的材料 要进行检验 原材料检验 第二个就是混合料 目标的配合比设计 第三个就是混合料的 生产配合比设计 第四个 施工参数的确定 四个部分 那么这四个部分 我们要求大家首先要记住 整个设计包含哪四个部分 考一个多选题 当然也可以考到案例写 让你补充这设计当中的内容 是哪四个 关于原材料的检验 原材料检验 检验当中 主要是检查我们结合料的检验 就是检查我们刚才的水泥 石灰和工业费杂 哪些材料 比如说初级时间 有什么规定 高速的疫情路 对石灰有什么规定 粉煤会要做什么强度实验 哪些粉煤会不能用于高层工作 那你必须要经过相应的什么 检验 满足我们这个要求 你才能够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被稳定材料的检查 被稳定材料 就是我们说的 粗粒 粗几料 吸几料 要满足要求 是吧 还有其他的材料的检查 其他材料 当然像水啊 还有我们的其他的这种外加机啊 等这些材料的检查 反正不管是哪一种材料 首先原材的检查 不管是哪种材料 都必须满足我们的要求 好了 满足要求之后 然后我们再根据情况 来做相应的配合笔设计 这个配合笔设计 用目标配合笔设计 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做呢 在我们的实验室 在我们的实验室 在我们实验室里面 按照我们的这个强度要求 这个强度要求 按照要求来进行 对我们的无几核鸟 无几核鸟和我们的材料 力鸟和其他水啊 外加机啊 等按照你的比例 做好这个配合笔设计 这个实验室 然后再做什么 生产配合笔设计 生产配合笔设计 是在哪呢 就是在我们的半核站 那根据我们这个半核楼的大小 是吧 生产率 然后我们往这个尿里面呢 应该配多少水泥 配多少那个初级尿 多少细级尿 多少水 那这叫生产配合笔 在半核站去做 好了 做完之后 最后确定我们的施工参数的确定 这个施工参数确定 其实就是要确定 整个混合尿当中 我们的确定呢 结合料的计量 需要多少 比如在这个半核楼当中 我们要半核出 我们要求的这个质量的混合料的话 需要多少水泥啊 需要多少石灰 那么是一个百分数 一个百分数 我们以前的教授曾经讲到过 水泥一般不超过多少 不超过百分之六 不超百分之六 所以这个确定结合料的计量 如果是石灰 那么石灰的计量 如果是我们的粉煤灰 那就是水煤灰的计量 好了 还要确定合理的含水量 最大 合理二制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整个混合当中 要加多数水 是吧 这个水我们不能做到 整个混合不能做到 绝对的最佳含水量 但是我们这个水 可以多一点 多一点 是合理的 但这个多多少 一般不超过1.5% 不超过1.5个百分点 好了 还要确定最大甘米度 因为这是个混合料 是吧 要确定最大甘米度 你确定最大甘米度的目的 其实就是因为 你每一个混合料 最后要进行测什么呀 测压实度的 你破完了之后 测压实度 那个压实度怎么求的呢 一个是现场这个混合料的甘米度 和我们实际上是 最佳含水量对应的甘米度的比值 这跟我们前面讲的 陆基工程里面的 球压实度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里面要确定最大甘米度 用什么方法 还是用我们的基石实验法 在陆基当中我讲过了哈 用基石实验法 如果现场这个米度呢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所以这个要用基石实验法 用重性轻型基石实验法 最大甘米度 所对应的含水量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最佳含水量 所对应的米度 就是这把甘米度 好了 这就是我们哈 整个混合料组成设计的 这几个要素 那么在考试 在这个表格当中哈 我们这个表格当中 一个是考一考什么呢 考原材料的检查这个顺序 就说这个材料 先做材料检查 做目标配合比 然后做生产配合比 再做施工参数的确定 那么这个箭头 就是我们考试的一个对象 顺序 那么我们先去年也给大家考过了这个哈 好像是让我们去填这个 工需 这个设计的名称 是什么设计 好像是这个生产贸比 或者是生产贸比的名称 那么让你去填这个 当然我们去年还考了什么呀 去填这个结合料的剂量的名称 问这个地方 施工参数确定是确定哪些参数 确定结合来的剂量 确定核内含数量 和确定最大压式甘密度 我们去年还考了最大压式甘密度 问是通过什么实验的方法来做的 我们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基石实验法 所以说这些问题呢 都可以在这个表格当中进行考核 那么具体 我们整个这个设计当中 我们生产贸比设计 主要是通过技术类人们 确定料仓的供料比例 知道 根据料仓 比如说这个料根据生产能力 这一仓料里面 到底要多多少水泥 多多少石灰 是吧 多多少水泥 多少极料 粗极料细极料和水等比例 还要确定水泥的 稳定材料 允许延迟时间 允许延迟时间 比如说我们允许延迟时间 比如说是四个小时 我们出的时间 也要达到四点五个小时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确定到底是哪个时间了 第三要确定 结婚类的尽量的标定曲线 标定曲线 还要确定 混合类的最佳含水量 和最大感力度 最大 确定最佳在哪呢 在生产配合品里面 要确定最佳含水量 确定什么呀 最大感力度 那么这个最佳含水量 最大感力度确定好之后 我们的含水量 真正在最后的施工的时候的含水量 我们可以参照这个最佳含水量 你可以比它多一点 可以多一点 确定最大感力度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为我们后面的 我们说要确定的最佳链压的压实度的控制 要考虑最大感力度 好了 这是生产配合品里面 要确定的相关的内容 然后呢 施工 确定施工中的结婚 这个施工参数的确定 要确定 结婚的几点 刚才说了 确定核含水量 还要确定最大感力度 以及验证混合料强度技术指标 强度技术指标 我们一般做这个无机材的强度 主要是测无测向抗压强度的这个技术指标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五 施工参数据 第六 确定无机结合料 稳定材料中最大感力度的指标 是应该采用什么方法 重型基石实验法 也可以采用整动压实法 来测的最大感力度 就确定这个甘密度是怎么确定的 好 这就是我们的混合料的设计 混合料的设计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个内容就介绍完了 主要是介绍了我们整个 轮位工程的一个材料问题 好了 我们这节课就介绍在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